这个门里边就是北国第一洞,机关洞了 然后咱们就去看一看,里边有讲解人员 咱们今天跟着机关洞的导游,游先洞 它属地下水运洞,逐渐融湿大连形成融洞 在外长的第一只历史时期,融湿和风塌作用 使我们逐渐扩大,随之地的机关洞 目前一看名,洞体长度5600米 上下分5层,总面积8万平方米 现已开发8个人大厅,都长1800米 如同竹筍的叫做石筍 洞体双方成分的是中午石 石筍和中午石对应连接在一起的叫做石筑 它们表面进程灰白色,凭着光滑,温络粗广 虽然生长位置和形状各不相同 但都是石会严定于雨水和地下水的融石 所吸引了次生残酸沉淀 我们看到玉图团的谈编,有几位小神仙 好像出场今天这么多朋友远道而来 于是由这整体的队伍,叠叫成手,喜上美梢 特别是中间两位,微妙微笑细细无声 这次当中第一组像性景观,正先一刻 先上过后请来到这边台阶往前走 排气阶前一天一天八百米的龙东之旅 现在我们所指的是第三大厅,叠为公 在这里最漂亮的是我们面前的这根石散 他端装秀美,洁白如玉,美龙踢腿 踏身的三个尖顶向三碗楼汉结束在一起 因此全白于这楼汉,这是金关豆度外学院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现在我们所指的是金关豆的海拔最低点 第六百吨,水中含有二十多种 作为铁铁铁的微量元素,是一种优质框泉水 这条河灵中东云是汪河西坦 第九二年开发到现在,仍不清楚它的来源和去向 这是天河,秋在冬中,依次整个大厅被命为洞天河 大前世界无其都有,我们前方洞壁上负责的是我非中灵水 陈金所形成的石花 如菊花边绽放,其中洞灵上两者最为珍贵 安心宝们,花都说大,有多块金具的美誉 这是零四种石花,菊花石 欣赏完第五大厅的景观之后 就要请大家喷灯门,贴门 说这个石盾,亚洲第一盾 盾牌是吧,盾牌的盾牌 对 这就是亚洲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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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这两个石损的造型就像一对恋人在这抱着亲吻的一个姿势 这里边的石损每一百年生长一厘米 这个度现在已经有八亿多年的历史了 下雪的时候见过雪花 您见过石头开花吗 您看看,这是石头开出来的像一片片的雪花一样 真的是太神奇了